总统大选方面的最新消息 大陆紫光集团要入股台湾半导体产业 各界都纷纷要求政党要明确表态 在朱立伦宋楚瑜之后 今天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表示 没做好评估 没解除疑虑之前 没有开放的空间 前天受访快问快答匆匆离去 就怕被外界误解 蔡英文解释不是不想答 而是律师团早就出发 我昨天没有生气 我只是非常的感慨 选举的负面选举选到这个样子 这个国家从宇昌岸到现在 这四年来受到这种负面选举的冲击 其实是很多的 期间我们也看到MG49 都是同样一组人 用同样的手法 所以昨天的律师的提高是有意义的 我们要透过司法 来阻碍这些负面抹黑的选举 蓝英继续穷追猛打炒地皮 就怕又被说脸臭心情差 小英这次耐住性子给出三点回应 要朱立伦解释清楚 但面对红色供应链来势汹汹 大陆紫光集团要入股台湾半导体产业 朱立伦宋楚瑜都清楚表态 只剩小英没说明白 赤光后面有政府的资金 那是有这个政府的这个影响的力量在后面 那他进入台湾 不仅是对个别公司取得控制权的问题 更是一个他在整个产业的上下 有要取得一个控制的关键的力量 务必要把社会的疑虑能够理清 但是在没有理清之前 我不觉得他有什么开放的 斩钉截铁没有开放空间 不过先前传出台积电到大陆南京设厂 经济会前主委引起名投书媒体指出 蔡英文跟台积电私下早有协商 密约跟一些默许 绝对没有 这个传言是不实的 反路资入股 但对企业大佬好朋友张庄谋到南京设厂 绿营反对力道减小 问题全丢给马政府把关 是不是担心大选前 两岸经济拖垮好不容易过关的 两岸主张 原题会请出刘轩 SN小组台北报道